那么第三天我就得到消息说 我姨娘的一家有八口人被死掉了 而且那不是我家人告诉我的 是别人告诉我的 所以我还是一直很忙 就是说是担心家人给我 就不会说实话 因为西藏人都会这样了 我们到外面也是再苦 我们都会说 哎呀我们在外面过得很好 自己撑下来这样 对啊 所以我们担心是这样 但是最后发现 家人其他都还好 就是姨娘一家八口全部都去世了 然后家人被命迈 他们的房子塌了 但人没死 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一次的地震到底有多严重 其实我们可以从空照图 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在地震前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都是很正常的这个房子 还有街道 但是地震后呢 可以说整个就是柔长寸断 所有的这个房子跟街道 全部都已经移平 百分之大概八九十的房子 全部都倒塌 因为当地的房子是用泥土 就是我们以前台湾人讲 头角厨 所以就很容易受到这么强大的地震 就容易倒塌 那么刚刚新闻里头也有提到 就是台湾已经有这个红十字会 那么到了这个青海 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当地受害的民众们 那其实今天现场这个敏俗 我知道伊甸基金会 其实从两三年前就 开始关心这个青海玉树这个地方 那你们当初是帮助这些孤儿啊 还有小学的孩子们 那这一次目前这个青海发生 定制之后 你们有没有跟那边取了联系 跟孩子们取了联系 那你们有进行什么样的救援行动吗 我们一直都从07年就有去一个 玉树孤儿学校 它本来是一个藏医孤儿学校 校长是一位藏医 那他那时候在要教学的时候 然后发现其实 玉树那边有非常多的孤儿 然后是没有人在帮助的 所以他就成立一个学校 那伊甸认识了他 觉得他的理念跟我们很像 我们就陆续的有去 带领志工去帮助他们 也有带领物资 或是金钱的资源进去 本来这个礼拜四 我们要邀请校长来台湾 然后参加一个论坛 然后上礼拜三的时候 看到新闻 就是全部的人 一点人都没有办法相信 然后我们立刻打电话过去 然后知道整个学校都已经垮了 然后里面有220位孤儿 对 不过幸好还好的事情是 那时候他们正在食堂吃早餐 所以食堂在一楼 他们就立刻冲了出来 所以学生没事 不过有两个老师 就因此而就是死亡 然后我们 那里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而且那边的人就是都很朴实 然后从现在 上个礼拜我们就开始召开记者会 然后希望能够帮他们募集资源 因为那一天我们还有通电话跟校长说 就说校长那孤儿都还好 那你还好吗 还有需要我们什么样援助 他说虽然200多个孤儿很好 可是旁边多了1万多个孤儿 因为地震就非常多人员 学校的人有就出来 还自门都成了孤儿 对对 然后我们计划是能够帮他们募集资金 对然后就是再盖一个孤儿学校 然后是可以容纳更多个人 可以去照顾那边的人 对 刚刚证明就讲的是非常令人伤感的 就是200 他们援助了200多名孤儿虽然还好 但是旁边因为这次的地震 又多了1万多名孤儿 那我们想讨论的也是说 其实这青海地震发生之后呢 其实各界都非常关注 那么全球也有不断的 有单位希望能够进到青海寓处来进行援助 不过前三天 其实中国是拒绝就是外界所有的援助的 我想请问一下董事长 你有没有听当地人说为什么 那么当地人都告诉我们说 因为死了很多人 比如说他们认为中国政府 一定要把死亡的人数减低降低 所以他们不告诉外界 所以这个数字您觉得是绝对不准的 绝对不准 比如说就那天19日 他们进行不是火化尸体 那火化尸体的喇嘛 就对外国记者 好几个记者 比如苹果的或明报 那些很多记者 他都告诉说 我自己处理了 第一天处理了九百局 第二天我处理了两千一百局 所以都超过了三千四百局 所以他说他不知道中国政府 为什么要把尸体压地 那么胡锦涛 不是胡锦涛不好意思 温教堡去的时候 他去一个学校 那个学校已经有二百多的压 技术学院压在地下 那么他就问 那个学生有多少人被压 当地的官员马上非常认真地告诉他 14个 就是只有14个 其实还有已经挖出了二十几个 还有二百多压在下面 就大部分都死了 但是他们就当场 当着全世界面 在那地方说谎 所以说给人感觉是 他们不希望外界知道有更多的人 那么他们认为这是为了让 不让外界的人 记者或者志愿人员 更多地进入欲树 以及他们让他们看到一些 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实 这是他们的想法 还有一些 比如在新年的一些 他们就认为 中国政府希望能够把 这个地争的这个事件 尽快地结束 因为他们要办那个师博会 是 不想再结外甚至 对 那明处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在 比如说你们帮助这个 玉树的顾问们 就是所谓你们这些帮助 你们是直接到当地找人 还是透过中国的这个官方 来来进行 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 慈善团体的朋友说 其实他们当初也曾经在 也是两三年前 在青海玉树的地方 他们想要送这个毛毯 给这个小朋友们跟孤儿们 结果呢 他们买了这个台湾非常好的 品质非常好的毛毯 结果隔一年以后 他们到那里 发现这个拿到毛毯的人很少 那再来呢 毛毯全部都被调包 变成品质很差 就是薄薄的毛毯 根本就盖了盖木暖的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像你们这样子 希望能够帮助当地的这个民众的话 你们是直接到当地去 对 进行援助 还是透过中国 我们都是直接到当地去援助 但是我们会 因为安全的考量 还是会跟中国的政府说 我们要进去 但是我们的捐款 还有我们的物资 我们都是 每一次都是志工 我们都背着那个 大的很大很大的登山包 然后一半是他们自己的行李 另外一半是物资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 就是金钱 就是直接的交在他们手上 因为这也是 让我们就是最安心的方式 然后那边的校长也非常的 他是专款专用 就是你跟他说这个是要盖房子的钱 他就会拿来盖房子 董事长这种钱送不到直接这个民众身上 用在民众身上的情况常发生吗 经常发生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大概四五年前 玉树失曲线 就是现在的四川省甘季州失曲线 那道发生很大的一个雪灾 那是身处那些死亡很多 当时流亡藏人募宽很多 募宽而且是由达拉朗妈直接提出 达拉朗妈第一步 先是他自己捐了五万美元 然后其他人也捐了很多 当时因为在国际上有很多支持西藏的 或者西藏人的朋友 他们在国际全世界范围的募宽 募了很多以后 我们当然也不愿意找中国政府 马上说好像要他们接受我们的 所以我们是通过国际红狮子会 把钱赚给中国政府 然后我们当然我们要看后续的结果 我们就通过其他人去了解 结果整个失去县 没有一个人收到这笔款的任何的资助 那钱去哪里了 对 没有人知道 反正进入中国了 然后就没有到那个灾区 那么在运输的有个叫隆坡县 隆坡县 隆坡县就是从结果上去一点点 那么那地方也真的有一些台湾人 他们来了以后就发了一些食物或者钱 每个人都发了很多钱 因为隆坡县是重灾区 发了钱然后走 然后第二天政府官员就来了 要把这些钱收回来说 我们要把这个钱集中起来 买更多的牲畜 然后也给他们真的发了牲畜 但这个牲畜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中国官员从其他的藏人地方 用半家强制争过来 然后再发给那个 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你们 是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说在外面的你捐款 如果是通过国际渠道给中国政府 至少我们不知道其他的 至少那一次 预售大雪灾 预售和那一带大雪灾的时候 一分钱都没有收到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这也给 就是这个台湾有心要援助这个 青海运输这些灾民的这个团体 或是单位可能也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怎么把这个资源做最有效的运用 那么在援助这个青海的灾民之前 其实大家在关心这一次的地震 可能这个青海运输到底在哪里 大家会觉得有点遥远 那么我记得以前 有一首歌叫青海青 青海青黄和黄 还有那滔滔的金沙江 大家可能有点印象 然后课本上也读到 所谓青海就是青康藏高原 那到底青海运输在什么地方 我们也为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么其实青海运输 它是一个藏族的自治区 那么位置是在青海的西南 那面积大概有26.7万平方公里 跟台湾其实是差不多大小 那么人口有28万 那97%都是藏族的康巴人 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人口比例里头最高的 那么海拔平均有4000公尺 可以说是相当高 比台湾的玉山都还要高出许多 那么气候呢 它是属于比较寒冷的气候 年均温只有零下的0.8度 那么主要的产业有农业 畜牧市为主 吃耀手 这就知道 都不知道